歡迎大家回到最新一集 貴刊PodCon 我們原本錄了那些東西 因為關於罷工事 但是因為這幾個星期 我們錄完節目之後這幾個星期 就發生了很多關於罷工的消息更新 我們原本那集貴刊 其實消息是關於7至8月的 我們現在會加回 9月和10月發生的事 就令到整個罷工事件 就會完整一點 對 完整一點 所以我們之前就 突發性就先出了Asuka那集 現在就貴刊這集了 其實罷工把所有東西都拖停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除了罷工之外 都好像沒有很多大新聞 大新聞就是電影拍拍停工 然後很多東西要取消 在2024年才上 有些本來預約了2023年尾上的電影 例如好像Dune Dune的第二集 就退了去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2024年的3月份 是 就像你所說 怕沒有電影 可以在2024年頂著 另一個原因就是 沒有明星可以幫他們宣傳 因為在罷工之間 逢是工會會員的明星 都是禁止出席 任何電影的宣傳活動 除非 除非那個製作公司 或者那個片商 跟工會 訂立到一個臨時的協議 他們就可以出席 比如我們剛剛看到 Adam Driver 出席了威尼斯電影節 宣傳的新電影 這個稍後我們可以說 說回來 這個是昨天的消息 今天是9月6日 9月5日 華納的CEO 就出來說話 就說因為編劇和演員的罷工 華納在2023年 將會損失3億至5億的利潤 原本他們想著9月初 罷工就會結束 現在呢 是未知何時結束 之前看資料就說 其實演藝人工會那邊 就預計是玩半年 即是停罷工半年 未知到最後是何時 這個就是昨天的消息 那3億至5億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華納整年的收入法 預計 是 那就會是105億的 是 好了 那3億至5億之間 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即是對華納來說 嗯 根據Hollywood Reporter說 它如果調整了之後 華納Discovery 今年的稅前盈利 就預計是105億的 是 105億至110億之間 這個已經調整了 原本它是會多3億至5億 所以這個你看到 現在罷工那個 對公司的影響是怎樣的 也變相說公司其實是有錢賺的 竟然是有錢賺的 但是它究竟是否肯不肯將它一部分的錢 拿出來去滿足兩個工會的要求呢 這個真的要等它們自己拆 是 剛剛過去兩個星期 編劇工會和片廠 一直在坐在台聊 是 但是每次都是坐在台聊 聊完又破裂 又坐在台聊 聊完又破裂 這樣看來 工會方面的說法就是 它們沒有辦法滿足到工會提出的條件 它也好像沒有意願去滿足它們 這個 工會就表示非常之失望 也有一個不滿在那裡 但是它又答應了德局那邊工會 肯加薪 是 其實幾大的平台都不停和外圍 即是美國以外的一些地方 拍攝單位就達成了一些 調整薪酬的協議 但是偏偏在美國那裡 就好像拖延著這件事一樣 但是工會那方面其實都應該開始 認真感受到壓力 因為很多會員都說 開始要變賣它們的物業 由大屋搬小屋 就是因為這個罷工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如果是我們跟隨時間來講 好嗎? 好啊 7月13日2023年 工會決定了 即是香港時間7月13日 即是美國時間7月12日 就說明了 談不妥了 投票決定 SAGAFT 即是演藝人工會 已經通過了會員投票 決定了 7月12日晚上11點59分 就會進行大型的罷工 包括電視、戲劇、流媒體、合同的員工 都同一時間進行罷工 然後呢 在Fx 裏面 其實原本是會拍電視劇的 導演已經出來說 我們在曼谷已經租了工作室 以及搭建好所有工場 但是因為現在呢 會罷工 最少有兩名員工 是因為是演藝人工會合約的成員 就未必可以去到拍 究竟拍不拍得成呢? 都成問題的 罷工是自從1960年開始 這個是第二最大規模的罷工 編劇和演員工會的成員 是超過16萬人的 他們是為了獲得更加多 他自己的權利和薪金 所以決定參與這次罷工 迪士尼的老闆 Bob Becker 他年收入是超過2500萬 剛剛續約的 他2026年 年金是現在的5倍 他就已經出了聲 編劇和演員的訴求 基本上是不切實際的 他接著被人評判也很重要 對 甚至連這個片廠聯盟 的前幾家主席都出來說 這樣說不是很合當 反而他就說是因為 自從疫情之後 所有事情都剛剛復甦 如果你要談都不是這個時候 如果你們現在搞罷工 將會破壞了所有剛剛起步的事情 那麼Lannon那套奧本海脈 就在英國那裡同一天 是進行手拍的 走紅地毯那裡 就因為為了避開這個罷工 就提前了一個小時 讓他們的演員先走紅地毯 先 手拍的時候 然後Lannon說 就說 因為罷工關係 所有演員 就已經 離開了 或許我們說沒有用 我們再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片段 這是我們在Treezer 找到 Ronald Perlman 很怒氣 很動氣的 去罵 我們來看看 有好 Strong language 有粗口 這個大家小心 一件事 我先離開這件事 是 那個老闆 誰說 我們會保持這件事 直到人們開始失去 房屋和房屋 聽我老闆 有很多方法 去失去房屋 有些是金錢 有些是靠 有些是靠 有些是 只知道 誰說那 誰說那 我們知道 他那 tab 有很多方法 為失去房屋 你有想要 有這些事情 那些人 到公關 你在做 27獎 每年 做什麼 只要 小心 小心 是 那個 能吃 溝 他也有另一段在Pick a Line 就是罢工现场的片段 我们又加了节目 大家又可以看一看他怎样说 我们要联系一下 如果要联系一下 在3时的早上 我们做的 但是我们要联系 我们要联系 我们要联系 是采取美国家的性格 这是我们要联系的 我们要联系 天啊 我们能不能公開 他人人身体的 акtors and writers and directors who make content as they call it call it content it's actually movies and television How can we do that if they strip away all of our humanity Well, I have聽完Ronald Perlman 这两个片段 我想大家都看到 演员的取态是怎样的 接着到7月14日 Deadpool 第三集就宣布停拍了 因为之前7月12日 Deadpool 突然流出了片场的照片 大家都已经说 Deadpool 的演员已经出声 因为他们也在害怕这部电影会罢工 就已经变成24小时赶拍电影 谁知都搞不定要停拍了 接着是Doom 外传电视剧 在布拉 Park 宣布 因为他不在美国和英国工会里 所以他会继续拍摄 但有最新的消息都好像已经停拍了 即是子梅团那部电视剧 接着是How of the Dragon 第二季因为在英国拍 英国的演员就签了 他们自己的英国工会 是不可以贸贸然参与其他国家的罢工 即是不可以声援 即是用声援来做一个理由去参加罢工 相对门槛会比较高 接着就是15号 Marvel的老闆 即光头佬Kalvin 已经跟Marvel Studio的员工说了 我们所有事情都要暂停了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 去整好我们自己的东西 但我们也要同一时间 希望员工和演员可以快点 就能继续开工 接着Lannon就出声说 他是支持演员的罢工 直到罢工完之前 他都不会再製作下一部电影 即是写剧本 Kate Clark 那些都不会做这件事 接着7月16日 迪士尼的CEO就说明了 星球大战和Marvel的制作费实在太贵了 即是所有电影 他们以后每一年迪士尼的制作费 将会维持在30亿内 很多不同的电视剧和电影都会被取消 然后2024年就希望Disney Plus 会做到收支平衡 所以Disney Plus 就会在2024年 推出一个好像Netflix那些Pen 就是有广告的Pen 和不可以再被人共享账户 去看这个 即是廉价一些入门级的收费计划 但就没有共享账户的功能 7月16日 美国刚好就是这个鬼那么多大屋的手影 就在迪士尼主题公园里面进行手影 但因为所有明星都不能出现 就已经变成迪士尼里里面的米奇老鼠 白雪公主的皇后 她帮忙做迎宾的了 其实补充一件事 现在所有明星都不能够出席这些手影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般的推广片段 有很多访问各种 其实他们都刻意标明 这个访问是在罢工开始之前做下的 图住 保障一些演员 不然就有机会误会了他们 是违反了工会的规定 7月18日 Tom Cruise 就出声了 就说其实自己6月的时候 就已经参与过其中一次演艺人工会 和这个studio高层里面的会议 但基本上就说 双方都是说不定数的 双方要的东西都不同的 7月19日 studio 出声了 就说其实现在每一套电影 停拍的话 每一套电影每个月是会花多60亿的 同一时间了 演艺人工会出声 就说有39套独立电影 在罢工期间可以继续进行拍摄 其中有两套就是A24的电影 A24就是杨子瓶拍的那套 他妈的宇宙那间电影公司 也是唯一一间暂时的电影公司 已经答应了所有演艺人工会 和编剧工会所有桥件 而他所有电影都可以开放 绿灯拍的电影公司 接着到7月21日 NBC环球 为了不想让演员和编剧工会的人 在他公司门口罢工 就在自己的studio 门口里面 所有树剪光了所有树 让他们无法借阴 借阴 是的 我们是会查这件事的 驚动到市政府 即是开始市政府都已经知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这类小动作 在整个7-8月份 都是不停地发生的 是的 即是我搞你 不是很想你再在我门口罢工 是的 NBC不停用这个小动作 去搞工会的防尸 是的 我们在香港看不到这类的报导 但是在外国整件事 都闹得很沸沸扬扬扬 是的 而且因为那些人丢了影片 即是演员或者罢工那些人 有时候在街上录了影片丢上去 即是那些车 或者学生的车经过 都会支持那些演员 同一时间都打一声 那些车经过来就会响安 在防线前面经过去响安 就表示他们支持 即是有些演员可能是来不到罢工的 那就会送物资来 即是譬如我们之前 大匹挂那个男演员 即是很老的那个演员 他是拿着一辆车 是每经过一些罢工的时候 他就会放下水给罢工的人喝 有影片在这里 就说了多谢 接着7月24日 演员人工会就跟AMPTP 讲话 其实我们现在要求的花费 只不过是每间studio 每一年给我们2,300万 那就已经可以掌握到数据 令到大家医疗保险 生活会好些 为什麽会罢工呢 这类这样的 他们应有的福利 福利和他们应得的报酬 因为为什麽要罢工呢 就是很多演员 即是普通的 我们香港叫做Cale Fair 或者不是很出名的演员 他们其实不是住在LA 或者拍电影的地方附近 他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家 即是他们摺了那部电影之后 其实是要特意搬到studio附近 再租多一间屋去 去为了拍那部电影 他们本身的薪金也已经不太高了 以前就是电视台或者其他 去重新节目的时候 他们会有个数字 就是我重新了多少个小时 有多少人看 他们就会收到一张支票 定期就会收到一张支票 就是因为你重播 他们是没有其他工作的时候 都可以用那张支票里面的钱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recity 即是他们存得很重要的 那些人就可以用那些钱来生活 很多出名的明星 以前都是靠那些支票去维持自己的生活 但是现在 因为所有电影都已经变了 所有电视剧大部分都变成串流 很多收到那张支票 其实那个数字 是连交邮费都未够 寄出那张支票的邮费都未够 这个真的很厉害 是的 有些是收到几元 十几元 就是你叫人家怎么生活 很多好 不要只听我们说 听听当事人怎样说 Will Wheaton 即是《星空旗宇》 饰演Wesley Crusher 以及现在每一集《星空旗宇》 完了之后 在帕拉蒙Plus和他们的Facebook 都有一个叫做Ready Room的 Behind the Scene 节目 即是每一集的剧集都会继续一集 这样的一个钟头去访谈节目 就是Will Wheaton 主持 那你听一下Will Wheaton 怎样说 因为他是一个同性 一直做到现在 那他其实就是靠这个Ready Room 去支撑他的生活 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听听他怎样说 那他原本这个 就在他自己的Instagram 发出来的 那你见到他这个合照 他和他在《Star Trek》里面 演出演他妈妈的Gate McFadden 即是他这一段都挺长的 或者我们读出来折录了他 略略这样译一译 My parents don't need only all of my salary from my entire childhood My star trek residue were all I had 那他因为他是同性 但是他连续的时候 基本上他父母 就是将他的residule 即是他做同性的时候的residule 全部据为己有 那他基本上成年之后 只是靠他演出声空旗 而收到的residule 来过活 and they kept me afloat for two decades 那这个时间都挺长 维持成二十年 当时他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出现了 The AMPTP billionaires want to take all that security so that they can give CEOs more grotesque weal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who make our industry run 基本上就是这班影片厂联盟的CEO 其实就是剝削着电影工作基层的人 令他们自己可以出多些花红 You give some sense of what is they They are actors or a star is massively successful Profitable critical acclaim and shows that are on all streaming services You see them all the time They are famous A-list celebrities 在整个行业里面 大家经常见到 就是一些所谓A级的明星 他们基本上在跨平台出现 你很多时候都会见到他 即使是这些A-list的演员 有时候他们都不足够的钱 满足健康保险的最低要求 Because the studio force them to accept buyout for all their residues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大片厂 强硬要他们签一些同意 一次过一筆过 就买了他们的 residues 意思是什么呢 一次过给你一笔钱 但是以往20年之后的 residues 你是没得分的 即使它是重播又重播又重播 又重播又重播 或者放在串流平台上任人看 这些明星都不足够一个星期的工资 而我在1988年最低要求 和他在1988年做新星公奇遇的时候 这些明星找到都不及他一个星期的人工 而他在当时整个行业里面 是最低费的 收到最少钱的 这些 They want to do this while studio profits and CEO compensation 都在历史上高 片厂巨头 即是踩在基层工人的头上 and I haven't even touched on the AI and working conditions 他说了以上的问题 只是一小部分 他甚至未去跟大家陈述 究竟AI和他们一些工作环境的问题 究竟是怎样的 自从1960年那一次联合罢工之后 就未试过 即是有一种这么大规模 去争取权益的运动 这个Viu Witten就说 觉得很重要的 他今天就和Game of Fantasy 他形容自己的Space Mama 就一起走了出来 在帕拉蒙的门口 加入了这个防线 他们的明星现在很不高兴 那样东西就是 所有演员都拍戏之前 会有一天去做3D scanning 然后他就会不知道 电影公司或者制作公司 会怎样用3D scanning 去做后期的事情 因为现在AI很厉害 他可以用AI加3D scanning 就可以到他们死了之后 就可以无限地使用他们的肖像 去做其他事情 很多明星都出了声 就是我以前没有扮过动物 我怎知道你会不会 用我的样子和我的声音 去做一些动物的事情 因为AI在这3个月里 是发展得很厉害的 除了Residu那样东西 罵得很厉害之外 就是AI和这种 Digital Body Double 因为有演员出了声 是他们不知道做什么 要去scanning 因为他现在说明 就是scanning的时候 就是我scan你的3D模型的时候 我只会给你一天工资料 之后那个模型 怎样用 你就无权去再理这件事 7月27日 Levix 在美国那边 开始请人 就是人工智能的 产品的创建经理 他每年的薪金是90万美元 迪士尼也都已经 出了6个AI的工作人员 管理AI的工作人员 每个人的年薪是18万美元 派拉蒙的CEO 也都已经说明了 就是因为这个罢工 以后所有动画 就不会再有新的 动画的IP出现了 我们只会继续发展 我们现有的IP 因为发展一套原创的动画 那个费用实在太贵了 编剧又加工 演员又加工 还有其他东西加工 令到他们开始缩 我们的Hellboy导演 也都出了声 派拉蒙CEO 就是说他们现在是反 但祈祷而行 为什么不再做一些新的东西 反而是我们正常用回 压杀了創作 7月23日 超音鼠第三集 就开拍 港道明2024年的12月20日上映 但是港道明现在拍一些 没有人的画面 之后才会再不知 用什么方法去 关注真人 8月1日是一个转捏点 制作公司希望 星期五 就和演艺人工会 和编辑工会再开一次会 希望快些达成一个协议 原来迪士尼和环球影业 就收到一些中间人 就说到明 政府说到明 如果你用AI去代替一些 制作人和演员 或者是编剧的话 你不用置意想着减税 你要交足税 所以Studio就开始害怕了 Studio就开始 打算找回演艺人工会开始谈 亦都开始感受到股东来的压力 就是看一些报道 即使那几个站得很硬的CEO 都开始要 起码要摆出姿态 是愿意去谈 8月2日 他那一天 我们很喜欢看的South Park 其实那一集 是找人工智能 整集是找人工智能做出来的 他基本上就告诉大家 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 那一天那一集的动画 只不过是很短时间 一半就可以用AI 去准备一集 十至二十分钟的剧集出来 还可以模拟了 城镇里面所有的故事和人 到了8月5日 有消息就说是继续罢工的 两边都是谈不够的 之后到8月8日 Netflix 韩国那边的演艺人工会 就开始出声了 就是因为 他们那边配角的角色 每一次拍剧 人工只不过是300元美金 而那部电影 赚不赚到钱呢 韩国工会那边是 不能分红的 即是我们现在看的 尤其是鱿鱼游戏 迪士尼plus那套 基本上是 他就算几收得 他们都没得分钱 那其实 所有studio 为什么这么怕 美国这次罢工 可以谈得好 就是如果 他们美国这边谈得好 其他地方开始 争取自己 原本应该有的金钱 到了8月9日 編剧工会 就持续罢工 超过了100天 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 同一时间罢工 是 所以是编剧工会 先罢工 开始 刚刚8月9日 就是刚刚100天 因为我开始跳过一些 没那么大件事的 让大家可以缩短一点 我们集中一点 说得比较重要一点 到了8月18日 纽约市有一个 2500英的养老基金的 售托人 开始警告电影公司 和演艺人工会 和编剧工会 如果他们 继续罢工 Studio 就会失去 投资者的信心 这个养老基金 在迪士尼 是长期的 迪士尼股工 有270万股票 在迪士尼里 价值是2.292亿美元 然后就是 派拉蒙 他们是有 21,000股的A票股票 和 69,000,000股 B票的股票 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 是买在派拉蒙的股票 所以其实 开始出声 大型股东 都开始出声 说 麻烦你们 要想一想 究竟你们可以 快点 搞定整件事 有什么想说 超过1,000万 B股 是B股超过1,000万 因为他没有写A股 他有多少 因为美国 他们那边拍电影 其实不是很多 是电影公司出钱 是类似买股票 是的 以债券的方式发行 或者银行 帮他们用资 所以银行 如果一个制作出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签约的条款 银行是可以 施了他们的制作 然后银行派人 去重新找导演来 执掌制作 都可以 嗯 好像发生过 之前有电影 有有有有 银行是有一个很大的权力 在掌管这些制作的财政 和制作的流程 去监察他们 因为银行也要保障 他们自己的投资 借钱出去 给这些制作拍摄的时候 接着到8月26日 AMPTV 即是那间公司 就决定了 请一间危机管理公司 就是因为他这一轮 形象实在太差 他要请一个危机管理公司的人 帮忙 收拾自己的公司 即是他们谈不够 不是想方法 怎样 不够认识 是请危机管理公司 去帮忙 去办法 同一天 Borg Elgar 迪士尼的CEO 和Levix的CEO 都因为觉得 他们自己的意见被冒犯 觉得很奇怪 为何你们想法的方法 和我们想法的方法不同 觉得正常人想法是有问题 而不是他们有问题 这个真是问题 刚刚有一个民意调查 在美国 访问了一千个 在电话抽样访问了一千个 他们叫做有效的 成人的样本 发觉原来有接近七成的民众 是支持这个罢工的 只有两成左右 是同情这个片厂 所以你看到 其实民意 是站得挺硬的 去支持这个 編剧和演员工会的行动 接着就是到8月尾 就是这个Marvel里面的影视的视角 效果的工作人员 就决定了组织工会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 开头的时候 对他们很差 现在就决定了组织工会 就想着他们都会加入罢工 接着就是 他们会加入IATSE 但还未会罢工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 两个大的工会 就是WGA和SAG 但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龐大的工会 就是IATSE 主要是幕后人员的工会 包括舞台制作的幕后人员 电影幕后制作的人员 他们有14万的会员 但为何他们不参与这个罢工呢 这个和会员的收入有关系 因为如果他们参与罢工 工会的会费是不足以支撑 在罢工期间去资助会员的洗费 所以他们计算数之后 他们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是他们支持WGA和SAG的罢工 但他们就没有加入罢工的行列 现在提到迪士尼MARVEL 这个新成立的工会 就是负责幕后的工会 他们是打算加入IATSE 这个工会组织 就成为他们散下的其中一个熟会 但是IATSE 会不会加入罢工 这个就很成疑问 因为他们是没有财政上那种 没有他们那么厉害 没有其余的工会那么厉害 来讲开罢工这件事 之前有少少资料是讲漏了的 就是其实去到8月初的时候 工会是跟自己熟客的会员说 如果大家是可以捐款给罢工的员工 比如有阿洛索的世里加 阿狼人的演员 之后Deadpool的演员 阿Walk 其实他们每个人 就是比较出名 就是Benny Alford 他们每个人都捐了百万美金出来 是帮助自己的会员 去度过很艰难的时候 刚才Alpha也说了 就是有些人真的受不了 要卖自己的物业 其实不单止在罢工的人 开始有一个经济上的影响浮现出来 是整个行业都有 包括不参加罢工的人 我们刚才提过IATSE 就是这些幕后员工 其实因为电影制作停了 那你没东西拍回来 其实他们没东西做 是 他们相对于没有公开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制作 尤其是要用很多特技 这些制作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一间大的特技公司 再判上判地判出去 给一些比较小型的特技公司 帮他们做一些 或者 总之这类的后期制作的东西 其实如果没东西拍回来 他们就没有公开了 另外有一些周边支援的行业 包括食肆 食肆 例如拍摄外景的时候 他们是要动用货车 货车 去做一个老天的厨房 这些餐饮行业也受到影响 清洁也受到影响 另外很多就是建筑 例如我刚刚看到CNN有一段新闻 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很多公司都採取了 这个工作从家的机制 他们就把很多本来 在纽约一些黄金地段的办公室 退租了 现在纽约办公室的空置率 其实就比两三年前 是飙升了很多 这些业主就想到一个出路 就是把这些空置的单位 租给电影公司拍摄 变成他们一个现成的景 例如大城市里面的大写字楼大行 或者甚至整层击击出来的 高楼大厦的写字楼单位 你可以任自己如何去 层切变成一个拍摄的场景 他们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收入 去填补他们损失了的租金 但现在因为罢工 他们刚刚找到这个出路 但现在又忽然停了 因为没有制作了 所以办公室地产行业 亦受到影响 藤柳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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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影响开始浮现了出来 是 跟回个时序说回 去到8月31日 Netflix就跟德国那边工会谈点数 就是他会放回那个点击数字出来 给回那个后期费用的工作人员 跟着之前华立那边有套 蓝甲虫那套电影 是 Alpha之前我们都说是 南美那边应该会收得那套 他们就很奇怪了 那个编剧就在自己的大监纳 电影的大监纳下面拍了一张照片 还有他们找个人 穿着主角那件战斗服 就在罢工现场拿着罢工牌 站着罢工 就被别人说 他们用这些时候 都还去宣传自己这套电影 抽水 是的 抽水 这套电影也同一时间 在L.A.那边做手影 是没有演员出现的 但是那些演员可能是因为 不在美国那边做宣传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那里 就常常去自己的电影班 下面拍照 駕鞋走去做宣传 这套电影就 意图踩戒 是的 意图踩戒 令到那时的人有点不高兴 人的意思是指同行 是的 比同行有点微言 到9月1日 A24 基本上 已经同意了演艺人工会的诉求 所以下面的电影就全部开到绿灯拍戏 然后 AMC 电视台 亦都跟演艺人工会和编剧工会 达成了部分的协议 有部分的电视剧是可以 可以开播继续拍下去的 例如有《Walking Dead》的两套外传电视剧 可以继续拍下去 有一套叫《夜房吸血鬼》的第二季 都可以继续拍下去的 《夜房吸血鬼》那套电视剧 就是以前《不比特》和《Tom Cruise》 那套吸血鬼电影的电视剧 到了9月2日 演艺人工会一次投票决定 Game那边的工会都会被授权 就是他们那边都可以罢工 大部分的游戏公司 现在发展的游戏都会受到影响 例如迪士尼的游戏 華纳和EA的游戏都会延期 有机会延期 如果大家没记错 之前美国那边有过 Comic Con的剧场 原本游戏的配音员都会上台说话 但是因为罢工开始了 之后配音的演员都没有上台去进行这个发布会 现在雪头也越滚越大了 9月5日的演艺人工会那边出声 我们愿意谈 但是现在studio 就说他们要多些时间去筹备和我们谈 究竟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们之前说迪士尼每一年制作费会减到30亿 我们现在就说一说 究竟有多少电影是关于迪士尼的会剪掉了 例如原本拍摄真人版的钟楼堕合 但是CEO就说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故事 基本上现在做了和拍摄的东西 就会被取消了 Dislipus 里面有一套叫做海底略二万里的电视剧叫做罗芝娜号 都已经剪掉了 不再做了 之后Dislipus 有一套Spiderman 的动画 他们现在是找了一间日本公司去制作的 那个编剧都出了来说 这套卡通是我们继续制作的 9月8日迪士尼会搞个D23的100周年的展览 会有三个小时的发布会 不知那天他会再公布些什么 但相信这次都没有什么明星出席了 应该不会有明星出席 也可能只想或者什么 说一说之后发生什么事 我们刚才说的Deadpool第三集 上映时间基本上就已经取消了 未知何时会上映 这套电视剧原本是2024年5月会上映 现在2024年的上映日期已经刪除了 我们最喜欢的星球大战 昨天最新消息 曼达安人第四季 会在2025年上映 但未知何时拍 接着讲古代那套星球大战的 那套Arcolyte 对Arcolyte 原本就说是2024年的春季上映 即是4至6月会上映 但因为现在罢工 后期或其他事情 都已经说明是会延期 就算是跟着那套呼劳号 Skeleton Crew 原本是今年年底会上映 但都已经延期说是去到明年了 他的制作费是去到3830万 超越了WR1的成本 Andor第二集原本就说 还有几个星期就拍好了 都已经停工了 是 上次也说过 是 那套回声的电视剧 原本11月29日会上映 就退了明年1月会上映 X-Man97那套映片 原本今年秋季上映 都改了2024年初季上映 接着一套Marvel的电视剧 《港无女》那套 原本也是2023年的冬季 亦都去了2024年秋季才会上映 安赫 直接取消了今年上映 但他后面就说明 Warmachine那套电影 基本上会进入安赫 所以他将两套电视剧延后 《夜魔盒》那套电视剧 因为现在其实是正在拍的 亦都取消了2024年春季上映 就未知何时上映 接着华纳方面 就会有60套电影电视剧 就会在巴西那边拍的 就避开美国这边 霸工 但是这60套籌备的东西 就未必一定在MAX上映 可能在其他地方电影都会上映 是 另一个在美国以外的制作基地 就在加拿大的British Columbia 他们的工会 亦都跟片厂达成了新的协议 就会继续拍下去 嗯 在另一边多伦多 刚刚在八月尾 他们亦都举办了一个声援行动 就有300个演员出席 声援在美国霸工的编剧和演员 接着到华纳 Aquaman 第二集 就站立了12月会上的 Law of the Ring 那套动画 就原本是今年12月会上的 都改了到明年12月13日上的 哥斯拉 VS King Kong 第二集 都延迟了去明年4月12日 DOOM 第二集 就退了去明年3月14日 我们刚才说过的电影 应该是两个小时45分钟 导演亦都出声 他希望可以有机会拍到第三集 这个要看第二集的成绩 我相信 接着到Netflix 查到那两套Webomoon 就已经出了上映日期 第一集就是今年12月 第二集就是明年4月 但是他就已经出声了 一、二集拍摄的工作 就在罢工之前已经完成了 希望第三集 他可以请到超人回来拍第三集 我们之前也说过 其实他这个是三部曲 还有 在罢工 这部电影是有机会在 戏院上的 是 他任推出了 是 是 接着就是 Netflix 原本是会拍 He-Man真人电影 因为现在这个罢工 原本就已经花了3千万美金的成本 但是因为罢工 令到这个编剧费用 和演员费用 增加 他就已经停了 就不再做这部电影了 那玩具公司 就打算把这个计划 去卖给其他电影公司 不知道究竟 就是 比如这个Hotview 就找了J.J.Abdom 就会拍这个Hotview的电影 J.J.Abdom 都挺厉害的 这段时间没有电影出街 但是他也很多 滚到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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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派拉蒙那个门口那里 进行大示威 那乔治武井 就是做Solo常卫的演员 就说 有些事情已经腐败了 我们要有这个公平的行业 而奋斗 令到每一个表演者 都有机会获得 可持续的职业生涯 令到大家都可以 一起去这个新的领域 他走得很远 他80多岁都走出来 是的 他80多岁 还有其他演员 Star Trek的演员 都有当日有出声 支持这件事 是的 Jerry Ryan和Michelle Hurt 两个都是很活跃的工会成员 在整件 就是罢工事件里面 他两个都走得很远 是 Tim布顿就在9月11日 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 他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 是用这个 AI去写的 写这个迪士尼的角色 但是用这个Tim布顿的 作法来写那篇文章 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人偷走了 那些人访问他的时候 他对这个The Flash的看法 就是Tim布顿也出了声 就是说 他觉得他自己的东西被人盗用 就是因为其实他很不喜欢 他签了一份文章 就好像变成了迪士尼和华立的奴隸 那样 他晚年的时候 看回头 他也没有能力去反抗整件事 他很不喜欢自己在 89年的Batman和Superman 在The Flash里面出现 嗯 那跟着 阿Rock 之前我们有说 他不是捐了很多钱 出来帮罢工的人 是 突然间就在这个 WWE 里面 就 就上台就说自己 会回来打这个摔角 那我不知道究竟 是不是因为 罢工令到他近期的工作 就少了很多 那之后呢 但也有同一个消息 就是WWE 会和这个 UFC 合并 变成一个新的 摔角的 团体 叫 TKO 我不知道究竟 是不是阿Rock 是帮忙 做这件事 宣传 宣传这件事 那接着就是 这个 Jubarion 就宣布了 9月17日 直到罢工为止 他那个 talk show 都会暂停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因为被人发现了他在罢工期间 想 将他的节目 重新再做过 但是 不请这个 編剧帮手 写 里面的故事 他打算自己包办 做talk show 里面 那些广告都是他自己 写的 但是被人发现了之后 曾经在他的IG 里面 就已经录了段 道歉的片 怎料被人 罵完一轮 之后 他刪除了 到罢工事件完了之后 编剧工会是说明 不会参与他任何的 节目制作的 基本上 现在就跳死了 9月19日 我们经常说的 Bob Elgar 即迪士尼的老闆 就决定了2026年 想退休 但是呢 他很害怕他自己 薪金是会 因为被这个 继任人 因为其实他有份 迪士尼的股份 他很害怕 继任人会影响了 他的遗产 我们之前没有说过 Bob Elgar 想减迪士尼的制作费 和电影的其他东西 但是他在其他地方 SEC 里面 也公布了 迪士尼未来十年 会用600亿 去扩大这个 主体公园 和邮轮 和其他周边的 发展 希望十年内 令到他这个 赚的钱 是变成双双 但是 罢工 和这个作家 只不过是要求 1%都不够 去增加自己的 薪金 和收益 是的 然后 同一时间 也有十多位 现任 或者已经 退休 退休的高层出声 其实Bob Elgar 是没有想着 2026年退休的 他是想着 长时间去继续做 这个首席CEO 直到 Apple 会购买这个 迪士来的 这个是不知道 真是假的消息 然后 9月21日 为什么我们 会補回资料 就是因为 我们要 我们录了贵刊 之后 发现了 荷里活就公布 就是 编曲工会 会和 荷里活的 studio 谈谈 究竟 是否真的可以 拿到他们 本身应该有的 就是结束 145日的罢工 就是 达成一个新的协议 是的 然后 也同一时间 有消息公布 第2号 就是迪士尼的CEO 华立的CEO Netflix的CEO 以及其他公司的CEO 也取消了当日的活动 是会参与当日的会议 9月22日 他们开完会 长达9个小时 但是 就 未有任何消息公布 就决定了 第二天之后 会再继续开会 9月24日 就由这个律师公布 他们开始筹备这个新的协议 就准备双方会 签订这个新的协议 编辑工会也都出了声 就是说其实 我们的高层开完会 是没用的 我们决定了 都要全体会员通过了 之后才决定 究竟是否真的 是没错 停止罢工的 不是我们说了就算的 罢工要授权 停止罢工也都要授权 是的 接着拜登 就出声明 就说很高兴 编剧工会和电影公司 就已经谈好 他说其实在美国里面 所有工人作家演员 和汽车工人 都应该得到公平分享卡门的 劳动和创造的价值 提提提 同一期间 汽车工会 亦都在对抗 亦都在发动罢工 是 《Last of Us》 即是华立那边 《Last of Us》那边 那些导演和编剧 当晚已经即时出帖 就是说 如果编剧工会 罢工立即结束的话 第二季的剧本 就会开始重新制作了 9月26日 这个演艺人工会 即是做Motion Capture Body Double 都应该是包含在里面 9月27日 編剧工会和荷里汇车工会 基本上初步协议 就达成了 編剧工会就出声了 如果大家一致投票赞成的话 罢工就会在当日下午 12.01分结束 他们谈到大致的内容 就是 譬如 荷里汇车工会 要交出国际串流的 总数字 又透过WGA 计算率 去计算 究竟每个员工的支票 之后的收入 以及 计算方法 现在有一个明确 草耳了明确 计算方法 即在一定期限里面 点击率 是如何计算 就从而推算 RESIDU的银码 写了 每半个钟头剧集的收益 应该有9031美元 一个钟头剧集里面 有16415美元 如果预算是超过3000万美元 串流 如果节目的收益 是多过3000万美元 会员的话 应该要分成 40500美元 美金 给那些会员 这份合约 是会由2024年的1月1日生效的 大家最 看重的是 AI 亦都 他们里面 写了 人工智能 编写 或者重写 题 的题材 是不可 视为 原材料 的 即是说明 就不可以当是 原本已经有的 东西 就说明 编辑 如果选择用AI 工作室 是不能够 改进 AI 軟件 工作室 亦都可以选择 究竟 他们使不使用 人工智能 素材 去做 他们自己的 新剧本 以及 編剧工会 讲到明 他们是不能用作家的 写作去训练 人工智能 接着到9月27日 演艺人工会出声 因为当天 传得很厉害 就是说 荷里活Studio 是约了 演艺人工会开会的 9月27日 直接演艺人工会 要出声明 就说 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谈过 究竟什么时候 再开会 去到9月28日 就是演艺人工会 出声 就是10月2日 演艺人工会 出声明 就是说 他们会跟荷里活Studio 和几位 公司的高层开会 在10月2日开会 接着就是 到了9月29日 我们刚才还在说 这个游戏 授权了 他们可以 和罢工 但是 演艺人工会 和这个游戏公司 开完会之后 是没有达成任何热议的 但是就说 他们是努力在谈 究竟 可以怎么解决 他们里面的问题 现在用的是 用之前的合约 那个协议 之后 到了10月3日 罗宾威廉士的女儿 他很害怕 有一天 会听到 或者看到电视 廣告 或者其他东西 会听到 他爸爸的声 说一些 他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的东西 是用这个AI 出来的 都是10月3日 演艺人工会 和编剧工会 在80天 罢工里面第一次谈究 究竟演员的报酬 和薪金里面的条款 这几天 就是不停地在拉锯 开会 就是谈到AI 的问题 薪金的问题 所以就是 编剧工会 已经 完了罢工 但是演艺人那边 其实现在的罢工 仍然在继续 亦都在罢工的 那条队里面 亦都开始出现 一些出名的明星 比如Oscar 就是之前参与 星球大战座 基斯的Oscar Oscar 接着就是 Barbie的女主角 就是小丑女 是不是 那边 小丑女都在现场出现 陆陆续续 都有一些 比较出名的明星 已经在这个 罢工的现场出现 那罢工的消息 是暂时来到这一刻 那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再有些什么新消息 的话 我们都会继续 补充回去 下个节目 或者我们之后 贵刊会交代 是的 因为现在看这个报导 这个 新这个 contract 好像是 为期是三年 好像是 编剧那个是三年 是的 那三年之后 其实都要再 坐下再谈 是 因为都不知道 现在谈了那一刻 去到三年之后 科技会变成 没错 AI那样东西 就是大家的焦点 第一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由这个 生成式AI 做出来的剧本 可不可以 注册 就是copyright呢 这样东西 大家在谈 嗯 相信 其实三年很快 相信 未完的 就是罢工 那个Fallout 一路一路会有一些消息 继续下去 嗯 因为 其实开始是普遍的了 很多电影要延期 就是我们之前 节目里面有说过 很多电影延期 Marvel也都 这几天 和《星球大战》也有很多 内部的消息 有网友去这个 copyright的 政府部门里面 去刮一些消息 究竟哪一部电影 会什么时候上升 哪一部会什么时候上升 亦都发现了 很多电视剧 已经是 不停地延后 或者改期 去到2025年上升 还有现在 现在这样 亏钱化 其实每天都在亏钱 你不是只有一部电影 你不是每间电影公司 你不是每间电影公司 你同一时间 可能十几部电影 或者很多东西 同一时间制作 你全部停 譬如你刚才说 每一部电影 60万美金 是的 拿60万美金 这些包括什么呢 譬如你搭了景的 片厂的厂租 即是保持希望 你保持着景的 就是你每个月 其实在立空租 如果你想着 算了 你又有一个清拆的成本 翌日再拍的时候 你有一个重建的成本 所以这里也是 进退两难的一件事 罢工 罢工 我们先说到这里 接着那一节 我们回来 就说回 七八月 发生过什么 比较大的事 好 一陈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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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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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